那小玉京仗着是女主 抢我的青梅竹马 抢我的救命恩情 更是堂而皇之 霸占我父亲留给我的家产 她笑嘻嘻绕在我青梅竹马身边 泪眼汪汪说 仙女姐姐 我不是故意要嫁给她的 青梅竹马仿我如野兽 生怕我伤了她 我言笑艳艳 和她新婚之喜后 转身就走 她怎么会知道 我眼中怎会有她 圣女 战神她 我醒来后的第一眼 两位仙鹅画到了嘴边 不敢继续说下去 她被迁怒 藤蛇一组 女娲坐下第一战兽 天性是沙 圣怒之下被我撕碎 也怨不得别人 她们想说什么 我很清楚 无非就是我青梅竹马千年的战神 艳泽娶了别人 我堂堂藤蛇圣女当还 成了没人要的笑话 接下来 我就该发怒生度 不甘心地逼问艳泽 得出我千年陪伴 连妹妹都算不上 不过是个普通的战神下属的可笑结果 然后在渡火驱使下 把她心肩肩上的小鱼精 丢下弱水 又屠露小鱼精的全组 最后被入魔的小鱼精屠露全组 绝了藤蛇一族之后 上一世 就是这样 可笑我心心念念暗恋的千年的男人 拿了我族长老给予的圣物 却不信守承诺 只把我囚禁在吃人的赤羊大镇里 拿着我族圣物去找她的小鱼精 帮她复活族人 她明明知道我是藤蛇 生性洗水 把我丢在这里 任我被活活烤死 若非我族长老来得及时 我早就送了命 可结果呢 小鱼精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族人 她亲手捏碎了族人复活的希望 然后提着剑找我报仇 她哪里是要复活族人 她不过也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泄愤 或许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或许是女娲残魂 联系上古混战时 死伤惨重 在我被验则心爱的小鱼精 丢入恋魂顶中 折磨49天后 竟是逃回到一切的骑士 走出大门 漫天红霞 小鱼精一个小妖精 打扮得仿若神仙妃子 浑身彩袖辉煌 该说不说 人间那句话说得很对 人靠衣装马靠鞍 小鱼精这么一打扮 也有几分像仙人 仙鱼突然停了 仙月也戛然而止 一片漫天飞洒的红色中 我的一身银白格外惹眼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意外觉得讽刺 从前我心细艳泽 总想处处与她匹配 她做战神 我便放弃藤蛇擅长的功法之术 专心修行治愈法门 为她缓解伤痛 她一身银甲 手持长枪 于万军中取魔将手急 我一银袍披身 肃紧在手 在战场上为她助威护持 为她安心征伐 千年陪伴 从我还是刚刚破壳的一条小蛇 到父亲战死 我都陪在她身边 父亲不仅把十二神舟 把这战神府邸托付给她 更把我托付给她 我天生水火灵根相冲 修行之路异常艰难 若有她为夫 再有战神救部和藤蛇长老相护 我一会终身顺遂 父母之爱子 即为之深远 只不过我让父亲失望了 抬起头 先遇上燕泽 本就冰冷的神情 更冷了几分 反倒趁着她身旁的余晶 越发喜乐 燕泽一向喜好银色 我父是金甲战神 她便一直以银袍加身 今日一看 她竟更衬红衣 我和她一红一白 精畏分明 终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孤怨 她看我的眼神 还是那么冰冷 唯有眼神深处 有几分愧疚 也只有那么几分愧疚 这愧疚来源于千年来 从我父在时 直到现在 所有人都认为 我孤怨会是燕泽的战神夫人 这战神府邸 在我和她成婚后 才会名正言顺地 属于她这个 不属于腾蛇一族的蛟龙 原本 我该在婚礼后质问她 可我现在突然想提前看看 看看她敢不敢 在漫天仙涌面前承认 我连妹妹都算不上 只是个赵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下属 燕泽 我看着她那张脸 凭空生出些恼怒 我想斥责她 吼她 告诉她我 堂堂腾蛇圣女 四象玄武的族亲 追我人从魔狱 爬到三十三重天 我偏偏只看中你 可你竟然要去泡一条鱼 我现在就杀她满门 做鱼头汤 我是多想如此嘶吼出声 可到了嘴边 滔天怒意 也化作平静的问询 我孤怨 在你心中算什么 漫天仙游都陷入死一样的沉寂 三三两两围在一起 传音入密 是在讨论我怎么如何不通世事 竟是在婚礼当天 找燕泽饿不痛快 还是等着看一出钱 未婚妻首思贤恩逼嫁的 正头夫人的好戏 燕泽看着我 沉默让彩霞漫天的三十三重仙界 显得格外尴尬 两久 她不曾开口 身旁的小鱼精 倒是跳出来挡在她身前 你就是孤怨圣女吧 以后 我就是你嫂嫂了 嫂嫂 我觉得好笑 一个小小鱼精 如何做我的嫂子 何况还是贤恩抢来的嫂子 我不要的东西 也不要给别人 我有我的骄傲 她想拉我的手 被我避开 手指被我身上法衣 撩出两片可怖的伤痕 先腰有别 腰体触碰我法衣 自当被我法宝上的护体钢器所伤 燕泽眉头微皱 盯着我面露不悦 孤怨你不该伤她 她是我的恩人 是了 前世她也是用这个理由搪塞我 她说她只对这小小鱼精有恩情 没有感情 我信了 可笑我竟然信了 之后这小小鱼精哭一场 做几顿饭 替她包扎伤口 便抵得上我与她千年相伴的青梅之情 同心而战的袍则之意 恩人便情人 情人便爱人 可她若是对这小小鱼精有情 为何在一开始 只是告诉我这是报恩 为何在成婚当日 不与我挑明 这千年以来 对我没有丝毫男女之情 为何不在我进入她寝殿之时 把我送出来 告诉我男女有别 她什么都没做 她只做毕上官 看两个女人为她斗得死去活来 凭什么 我恨着小小鱼精趁人之威 喜恩逼亲 我更恨她优柔寡断 误我一生 凭什么她做了错事 还能是光芒万丈的战神大人 而我不过是走错一步 就成了万人厌弃的恶女 这不公平 她没资格那么光芒万丈 她想高高在上 我偏要把她拉下来 我要这三十三冲天中先有 万年后的世人都知道 是她战神燕则赋了我圣女孤月 什么恩情需要你用亲事弥补 她为了救我断了灵根 绝了成神修仙之路 又是这个理由 又是这个上辈子人尽皆知的理由 是啊 这小鱼精多善良啊 世人都说她至纯至善 用情极深 明明有修仙之姿 为了高高在上的战神 大人不惜自剖灵根 换了定水神印 助她修行大成 重伤复原 可明明为她取出定水神印的是我 是我冒着灰飞烟灭的风险 不惜被天道法则 反是沉睡百年的代价 为她取出定水神印 这生物是我偷的 索赔也该找我 人是我救的 恩情也该偿还给我 付出所有人都不知道 只有我一个人 傻傻在原地等啊等 等到我发疯 我笑着聊起一片发带 侧头问她身旁的小鱼精 你说战神燕泽 她是被什么所救 小鱼精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自然是我族的定水神印 说这话时 她还有几分自傲 无比骄傲 自己的族群 竟有如此质保 可这质保 当真是你们的吗 曾经我天真又愚蠢 笨到连还击 都不该如何去做 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 抒发心头的恶念 出胸口的恶气 变魂顶的七七四十九天 每一天 顶内时常都如万年 我那么怕疼 却在顶内被折磨到忘了疼 四十九天 我过得恍惚四十九万年 我只能不断回想父神的教会 还有女娲娘娘 留在我族传承印记中的知识 曾经天真傲慢的孤月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比五千年前内压在山下的时候 更懂如何忍耐 你可知东海有一质保 乃是大雨治水时所用 名唤定海神针 我当然知道 那可是水族质保 龙王爷虽不能驱使 倒也一直守护定海神针 直到一只猴子拿走了 那猴子当真可恨 小玉京越发骄傲起来 我扑斥一笑 既然龙王爷无法驱使 那这定海神针 怎么就成了龙王爷的 要论这定海神针的主人 也该是那治水有功的大雨 怎么就成了连驱使 都做不到的龙王水族 天才地宝 则机缘认主 时候大圣有机缘 便是那定海神针金箍棒的主人 你们水族部落 可曾驱使得了定水神印 小玉京顿时哑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他嫩嫩地看着我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可是 可是自我出声 起定水神印就是 你们灵甲一族天生若小 不得已才绕着定水神印定居 以求自保 你又有什么资格说 这至保是你的 甚至取出 这定水神印的人 是我 而非燕泽 你之一族若要讨债 也该找我 与旁人无关 他顿时小脸煞白 下意识看向燕泽 他想向他的夫婿求助 只可惜燕泽此时 对他确实只有恩情 言语上的维护 已是最大的让步 我和他相识千年 太懂他的性子 我说过 我会弥补你们 是你们一定要我答应这门亲事 我一开始也说了 不会对你有情 你且自处 我在心中默念这句话 燕泽口中所说 与我默念的分毫不差 小玉京受不住这打击 当场跌坐在地 我甚至连头都懒得低 只垂眸扫他一眼 曾经那个满脸腿躺 跌坐在地的人 是我 他终究只是一个 稍微有些天赋的小妖精 道横不深 被我撕开血淋淋的真相 他一时静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蹲在地上 抱着头呜呜哭了起来 而他的夫君 那个永远高高在上 光辉如太阳的战神燕泽 此刻正往屋里走 把他远远甩在身后 站住 我话音刚落 燕泽的脚步一顿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 我孤月在你心中 到底算什么 他叹了口气 回过头看着我 眼中都是失望 孤月 你是我妹妹 得到这个答案 那一瞬间 我无比想笑 妹妹 竟然是妹妹 她到底是 没能拉下脸 当众说我是下属 把这千年来的情谊 都撇得一干二净 我仰起头不想再为她掉 哪怕半滴眼泪 心脏处一阵一阵的抽搐 这是千年的情感 四十九万年来的执念 那你说 这战神殿的主人 是谁 她沉默不渝 我不会给她蒙混过关的机会 有些事还是说清楚的好 燕泽 你是当代战神 你亲自说 战神殿的主人是谁 答案很明显 她只会说出我想要的答案 她是当代战神 为人高峰亮节 光明磊落 有我对她千年来的了解 她也做不出来 纠战雀巢之事 战神殿的主人 是上代战神浩青 是你的父亲 我闭上眼 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战神浩青的血亲是谁 是你 圣女孤月 我孤月可曾与你结义 不曾 那你说 这战神殿 如今该属于谁 她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探究 似乎是不明白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如今这样 我任由她看去 每多看一眼 心中的眷恋便少一分 战神殿是你的 我得到想要的答案 也不想和她过多纠缠 这是属于我的战神殿 不欢迎你 请你带上你的夫人 出去 一瞬间全场哗然 就连燕泽也不解地看着我 是了 她当然会不解 我在她看来 一直都对她逆来顺受 从不会当众不给她面子 今天的我太过奇怪 少请 她叹了口气 你说为了泄愤 想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别在今天 战神殿是父亲留给我的财产 让她住着 真脏啊 那于晶一瞬间 像是被戳到了痛处 跳起脚来反驳我 圣女这里是战神殿 自然该归战神居住 夫君她 这婚事是怎么来的 你心里清楚不是吗 我面带微笑 轻描淡写看着她 她像是心虚 不敢看我的眼睛 嘟嘟囔囔地说 可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怎么能把我赶出去 我和燕泽未曾结议 也不存在亲缘 和你就更没有关系 不要让我说出更难听的话 给自己留点体面不好吗 我手作兰花掐绝 一身银色肃锦边做金色 这是我父亲生前 穿的最多的颜色 从前我与人作配 落得生死魂灭 全足无后的下场 今生 我也在重新掌握人生 父亲的舅舅 和腾蛇一族的长老 见我一直坚定 也无他法 只好拿了武器 恭恭敬敬的请验 则出战神殿 他一身红衣站在廊下 眼里 还是我曾经最爱的淡然与温柔 孤月你若遇到男士 一可来找我 亲密的口气 一如千年的相伴 惹了他身旁的小鱼精 悲气垂泪 大喜的日子 哭得像泪人 我应该高兴的 看到他对那鱼精不假词色 我孤月那么喜欢他 我不是应该高兴吗 或许是那七七四十九天 宛若万年的恋魂 把我的感情烧成灰 看见他的脸 我心中净生不起半分波澜 曾经的执念 显得尤为可笑 你我本就无瓜葛 他一正又笑了 随你 转身的动作 似乎还有些怒气 小鱼精看了我半晌 等燕泽走了老远 他才反应过来 走之前还不忘防贼似的盯着我 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勇气 竟然敢对我告诫 圣女 你也知道男女有别 以后就离战神远一点 我才是他的夫人 我都想告诉他 你知蜜糖 我知砒霜 可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啊 我就是不想看他好过 小鱼精 你没有资格来过问我的事 有这个时间 不妨多盯着点你的丈夫 小心他一转眼就跑了 小鱼精 像是被雷劈了似的 瞪了我一眼 慌忙追了过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 站在战神殿的门口 笑得花枝乱颤 再深的感情 钟家掺杂了猜疑 也不纯粹了 不知道整日的猜疑和胡思乱想之中 他们还会不会情深日赌 若是一拍两散 岂不美哉 我曾经过得那么痛苦 这两个罪魁祸首 有什么资格幸福 仙鹅看我笑出眼泪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 哗啦啦跪倒一片 他们担心我喜怒无常 会杀了他们 我怎么会呢 他们都是我的族人啊 曾经因我而死 这一时该换我保护他们 我既要保护我的族人 就不能继续着维持 水火灵根的身躯 藤蛇本属水 作为女娲娘娘 坐下斩首 天生灵性 自天到历劫后便能成神 可我的火灵根 算是绝了这条路 若想变强 唯有生生跑去火灵根 这一条路可走 可这千年以来 灵根在我身体中生长已久 稍有差错 便是魂飞魄散 万劫不复 就连我族道行 最为高深的长老 也不敢为我互斥施法 万般无奈之下 我想到女娲娘娘留下的 记忆传承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所谓四象圣兽 即是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圣当年因共公目处不周山 引发混沌大战而战死 而玄武一族 最擅长龟西之法 为了种族延续 玄武一族分出两条血脉 一为神龟 一为藤蛇 玄规为支撑天地 自情斩下四族 因此功德 受天地恩而封神 却因此族群凋敝 同为水属 藤蛇好战是杀 神龟却温和有志 若我还想包去火灵根 只有找到神龟 几番打探之下 才得出如今最后一只玄规 正是在那鱼精一族的水域修养 我施法飞到鱼精一族 却不曾想 刚刚落下 便有人一掌偷袭在我背心 这次下届 我不想引起骚动 未成身批法衣 猛然被人偷袭在七寸 重心不稳 向前栽了过去 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扑通一声 身体像是被万魔侵蚀 是弱水 是可灭仙图神的弱水 迷茫之间 我只来得及看到 有人同我一同落下 他说 大胆鲤鱼 你竟敢偷袭玄武血脉 鲤鱼 是那鱼精的族人 好 好啊 这一时我不找他 他们这一族 竟主动来找死 再次醒来时 眼前一片漆黑 只勉强看得 轻视个销索的山洞 你醒了 你是哪家的孩子 怎么不这么不小心 出门也不带护心灵 还被区区灵甲小妖偷袭 护心灵 我的护心灵 早在二百年前 被我亲手挖下 送给燕泽 看你身体虚弱 想必是受了重伤 又被弱水泡了许久 灵根都废了 灵根废了 不可能 我尝试运转体内的灵力 却发现 以往就算因水火相冲 也只是运转阻塞的灵力 此刻竟无法调动分毫 水水的那一只灵根 灰扑扑地失去了 往日的蓝色荧光 我的灵根居然废了 因为一只小小鱼精 我灵根居然废了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一事 我不曾伤害他鱼精一族 他们却狗胆包天 敢断我修行之路 怒火攻心之下 我不顾身体虚弱 拔出腰间的软件 便要冲出山洞 还没到门口 一阵头晕目眩 直挺挺向前方栽了过去 意料之外 并没有摔在地上 反而栽进一个温柔 且亲切的怀抱 你一个小孩子 难道还能找他们寻仇不成 修为不惊 别把你自己搭进去了 青年的脸虽陌生 可我却觉得意外亲切 他运转法觉 身体上浮现出一道道 龟甲般的纹路 金色暖流 顺着手心一路蔓延到丹田 丹田中钻心般的痛 都因着暖流缓和不少 青年自顾自低语 这事到真是人心不古 是有四乡庇护的小妖 竟然偷袭四乡之一玄武的血脉 当真是我修炼久了 世道变了 他一边替我护法 一边替我温养 在和他的相处之中 我知道他叫长生 也是这天地之间最后一只神龟 他活着岁月 或许比我父亲还久 叫我一生小孩子不为过 同为玄武血脉 他待我极好 如胸如腹一如师 不仅帮我包除废弃的水灵根 更叫我火灵根的修炼法门 小丫头 你为水鼠 若修炼火形 少不了经脉受灼 只要调动灵力 便是灼烧经脉之痛 你可想好了 我早已在炼魂顶中被烧过一次 也不差这一回 长生剑拗不过我 只好替我护法 教我修炼法门 修炼火灵根确实是痛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撕扯我的经脉 身体里像是有一团 永不熄灭的火 不断灼烧我的五脏六腑 痛彻心扉 可这痛值得 小丫头不必这么好强 长生剑我受痛 忍不住想劝我 我倒在她怀里 浑身上下都是冷汗 不行啊 长生 我不能放弃 可你是女子 用不着这么好强 我是你的长辈 我会护着你 不会让你再被人偷袭 护着我 我摇了摇头 曾经有人也许下诺言 护我一事 可她食言了 我不会再信这种虚妄的誓言 我只相信我自己 等那痛稍微消散 我又咬着牙起身修炼 长生剑我疼得献出蛇尾 便也献出本相 以神归身边的水云 为我缓解疼痛 水气阴晕之间 似有若无的香气飘入七窍 身体中的火越烧越旺 烧得渐渐变了味 长山大喊一声不好 嘟囔着说什么日子到了 不可与我同事 慌忙变回人形 我身上滚烫 她却凉得像是一块冰 我几乎不受控制地 朝她扑了过去 蛇尾纠缠在她身上 好 热 她越挣脱 我缠得她越紧 倘若她用神力 挣开我必然能脱身 可那样 我经脉必将挣裂 纠缠许久 她见证脱不开 终究是认了命 一时消散之前 我只记得我贴上 冰冰凉凉的身体 她声音缭绕在我耳侧 冤甲 终究腾舌和神龟绘成一体 我不负你 信我 不负吗 或许吧 我试探性地反手扣住 与她食指相交 满是以你 待我出了关 第一件事 便是拔出软剑 杀上了鱼精一族 上一世我是带了天兵仙江 围攻水族 这一世我不要他们沾上 真烈原因果 只有我自己一人变够 老渔王见我来了 没个好脸色 是了 我在她女儿成婚当天 把她女儿和她女婿 赶出战神殿 叫她女儿女婿 受了七尺大辱 她对我没有好脸色 也是应该 但她昨日推我下落水 费我零根一条 我杀他们也是应该 这便是因果 我非出一剑 直中当日暗算我之人的丹田 是个锦衣小公子 外貌与老渔王有几分相似 此刻倒在地上 痛苦不堪 捂着丹田打滚 脸色煞白 老渔王霜眼哭出血泪来 抱着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鱼精 对我怒目而视 孤月 哪怕你是腾蛇圣女 你也没资格滥杀无辜 你这老鱼精 你怎么不问问 你怀里的小妖怪干了什么 我儿还这么小 她能干什么 年纪小从来都不是作恶的借口 我竟忘了 你们鱼精一族 不就是擅长作恶吗 先是占了天才地保定水神印 扰得世上最后一只神龟 无法接触定水神印 恢复伤势 疗伤的年岁 硬是拖了万年 又嫌逼亲 逼着战神燕泽 娶你那个妖怪女儿 拿定水神印的人是我孤月 你若讨债 尽管找我来 我战神垫什么宝贝没有 还替代不了你们大财小用 用定水神印用来洁净水域吗 你敢说 你逼亲没有私心 这老鱼精和他女儿一样 被我戳到痛处 便恼羞成目 胆大包天 指着我骂道 你就是嫉妒我女儿有战神宠爱 你怎么不想想 你这样心思恶毒之人 老鱼精顿时现了原形 被我斩下鱼头 老鱼精眼珠险些掉出来 指着我说不出话 我擦了擦手中的软件 臭鱼的血真脏啊 门外传出一阵响动 是燕泽和那只鱼精 也不知我是修炼了多久 燕泽和那鱼精 竟是亲近了不少 小鱼精 一进门便看到了 被我斩去头颅的鱼精原形 原本还言笑艳艳的脸 顿时煞白 父王 这是怎么回事 阿九 是他 是他不由分说杀了你弟弟 老鱼精指着我 满眼都是仇恨 小鱼精阿九 不可置信看向我 疯了 一般朝我冲了过来 手中掐绝不断打在我身上 可他伤不得我分毫 我手中握着长身 给我的一片龟甲 这龟甲是玄武之甲 一般小妖怎么可能近身 我由着阿九施法发泄 只含笑看着他 我要他知道 他到底有多无能 等他打累了 我正要掐绝反击 一道神光字背后飞来 正中我背心 那一枚薄薄的龟甲碎了 这是半神之力 本就刚刚出关的我 没有丝毫防备 被半神之力打中 若非龟甲保护 此刻我早已倒在地上 可饶是龟甲护佑 鲜血还是自嘴角流出 我回过头 冷冷望着他 燕泽 你偷袭我 他见我嘴角流血 脸色苍白 瞳孔微缩 你的法衣呢 荧光乍现 摔在他脸上 这是他送给我的生辰礼物 也是他为我做的第一件法器 你的东西我不要 还给你 他脸上被我这衣服甩得通红 倒也不恼怒 这不就上前 想看我的伤 滚开 我一巴掌抽开他 他脸上顶了一个 红红的巴掌印 正在了原地 一旁的阿九 比自己挨了打还难受 红了眼眶往我心口戳 我怎么会给他偷袭的机会 被伤过一次 还会被伤第二次吗 只是一个腾挪 转身便让他扑了个空 我正要给他一剑 手中长剑被燕泽两指夹断 要偷袭我的阿九 也被他拦在原地 阿九双眼红肿 指着我 声泪俱下哭诉 燕泽 他杀了我的族人 你还要护着他 我弟弟还那么小 刚刚学会化形 他把弟弟头颅摘下 又砍得弟弟魂飞魄散 再无轮回可能 他如此伤害我家人 你怎么还能护着他 我是你的妻子啊 你忘了你掉入落水 是我照顾的你吗 是我把眼睛分给你了呀 燕泽脸上的表情 浮现一丝颤动 看向我时 眼神中泛起不忍 孤怨 你先毁他婚宴 又杀他族亲 你该受他穿心一剑 这是因果 你要放任他伤我 我捂着胸口 强压到了猴头的血液 生生咽了下去 你还记得 你在我父亲临行前 许下的誓言吗 他身体一震 看了看 我又看了看 哭得浑身颤抖的阿九 孤怨你放心 以我神力护持 能护住你心脉 护住我心脉 我笑了 心脉受损 我还如何修炼 我还如何保护藤蛇一族 我还如何继承战神之位 咽下猴头之血 我割开手臂 以血化剑 多说无意 战 燕泽叹了口气 一边护着阿九 一边与我缠斗 我本就受伤 他不仅倒横比我高深 身上又有我的护心灵 我无论如何也伤不了他 他护着的阿九角度刁钻 就在关键时刻 一剑穿胸 血花飞溅 我强忍着痛 一剑斩下 声声斩下他一臂 阿九惨叫 捂着肩膀嚎大哭 我胸口上还插着他的长剑 还没来得及拔出 只听着一声嘶吼 阿九 燕泽 抱着阿九 几乎是下意识朝我飞出一掌 当的一声 神规神闻挡在我身前 正好挡住他的攻击 长生抱着我 不可置信看向他 你身为蛟龙 同为灵兽 你怎可伤他 燕泽的眼神中 原本还有歉意 见长生搂着我 顿时化作滔天怒意 你又是谁 你可知他伤了我的妻 还杀我妻亲族 明明下定决心 不再喜欢他了 可听到他承认阿九是他妻子时 我心口还是忍不住一通 长生抱起我 小生哄我 叫我忍着痛 扑斥一声 长剑自我胸口拔出 我金色的锦衣上 染满了鲜血 红得像嫁衣 你只知他对你妻亲族出手 你可知你妻亲族顽劣不堪 偷袭他伤他丹田 又推他入弱水 活生生毁了他天赋俱佳的水灵根 什么 听到弱水两个字 燕泽放下阿九 疯了似的冲向我 想从长生手中把我抢走 他是蛟龙 他是半神 可长生也是神规之体 半神之力 我躺在长生怀里 脑内走马灯一样 闪过和燕泽在一起的千年岁月 父神出征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待在战神殿 唯有他陪伴我左右 我害怕劫雷 他不惜受伤 陪着我渡劫 战神殿被妖魔奸细入侵 他凭得几乎经脉断裂 护我周全 成年之时 他笨手笨脚 为我雕刻丑得不成形的法器木簪 画面定格在前世 他亲手将我推入赤阳大阵之中 一怀愁绪 万分理所 错错错 山蒙虽在 锦书难脱 默默默 是我前世迷心魔障 执念缠身 业障难消 今日就该了结 长生 我疼 你带我走 燕泽浑身一震 他放下手 只看像倒在长生怀中的我 孤月 他到底是谁 积压在胸口多年的怨气 似乎要在这一瞬间全部迸发 山蒙虽在 锦书难脱 男人总会对得不到的事物万分稀计 得到守候又速速抛弃 我似乎想到对他绝佳的报复 长生是 战神殿的主人 他瞳孔一缩 冲上来抓住我的袖子 我忍着痛 抽走衣袖 我的夫 他手停在半空中 看着我飘然远去 耳边似乎飘过来一句 可你当年明明与我许下白手之约 骗子 我和长生竟然有了联系 他亦对我有情 那战神殿的主人 暂时换他来说作也不是不行 我先体受损 修为不稳 暂时有一位倒横高深的前辈 为我战神殿作证 只有一处 没有坏处 长生手落很久 我从昏迷中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 曾经我每次醒来 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那个说好 和我不死不灭 永不相复的人 从来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我 长生说 看得出来我不喜欢他 仅仅只是有好感 但他会等我 不仅是这一次 更是无穷无尽的未来 他都会等我 我第一次有了心安的感觉 心情是从未有过的舒畅 可我刚走出门 好心情荡然无存 那小余静阿九跪在我店前 哭得梨花带雨 明明是满脸不愤 却是低眉顺眼 咬牙从牙缝里挤出来那句话 圣女 恕我知过 我不该偏听偏信 伤您先体 还望圣女原谅 他名正言顺的夫君 堂堂先任战神就站在一旁 看他时满眼淡漠 见我出来 他尖兵般的神色 有几分融化 我竟还在他脸上 看到淡淡笑意 孤怨 你可还好 我不知他族亲将你推入弱水 回你前程 我带他来向你 我只觉得讽刺 心中没有半分快活 伤我的怎么会是阿九 他只是一个无用的小妖 没有他战神大人的帮助 他怎么会伤到我 阿九纵然有错 可这一切的源头 都只是他战神大人 若他战神大人的嘴会说话 若他战神能当断里断 我和阿九两个姑娘 都不会被伤害 跪在这里的 不该是阿九 是他 我默然瞥了阿九一眼 只觉得他可悲 起来吧 我与你并无不解冤仇 燕泽脸上绽放一瞬的欢心 孤怨 那你 战神大人 我与你也有多年袍则之意 所以我应该亲自来请你 请你参加我和长生的婚宴 我看到燕泽的脸 瞬间挥败下来 他想拉住我 可我只是转身离去 长生朝他勾起唇 轻轻说了句 放开我的妻 相同的地点 上一世被抛下的是我 这一世换成了他 我和长生的婚宴伴得盛大 祖老和父神旧部 为了出一口恶气 连诸部妖族都有邀请 唯一漏掉林家水族 阿九的族亲 在场的所有族群心中都默认 以后要远离林家水族 这个把藤蛇圣女 推入弱水之族 我拦不住祖老门 但我只觉得没必要 所以我邀请了战神夫妻 对一个人的厌恶尚且是友情 唯有无事 才叫真的放下 孤怨圣女 他咬牙切齿看着我 和我新婚愉快 我笑笑看他一眼 客套的道谢 转身离去 多余的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我不想和前世 重重有任何瓜葛 阿九看我的眼神有羡慕 更有嫉妒 他死死盯着长生 脸上客套的笑都维持不住 这眼神不是爱慕 而是对比 对比身边明明是他夫妻 却一直看着我的燕泽 就在我和长生接受天地赐福 又给来宾敬酒时 天地色变 一道封印骤然裂开 冲天魔气 从地底冲上33冲天 在场仙有慌了 是远古外魔的封印 远古外魔被放出来了 阿九手足无措 手中的匕首掉在地上 我 我不是故意要放出外魔的 在场众人怒不可遏 饶是长生的好脾气 也恨不得拔剑斩他 燕泽先所有人一步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远古外魔有多可怕 若是一般魔头 至少还有神志可言 你知不知道 远古外魔会无差别毁灭一切 阿九捂着脸 眼泪大颗大颗落在地上 化作珍珠 我 我也不知道的呀 我 我只是在水域厅说 战神殿里封印了一个魔头 我只是想破坏这个婚礼 我 阿九咬着下唇 指着我 他杀我族亲 又回我婚宴 我只是想报复回去我做错什么了 在场所有仙妖都只觉得他不可理喻 我拦住燕泽 未经之计是共对魔头 不要内讧 燕泽瞪了阿九一眼 若非姑月为你说话 我恨不得拿你记棋 阿九委屈巴巴 只能找到安全的小角落蹲起来 看着漫天妖仙共抗外魔 我转修火形 修行出来的神火并非烟红 而是蓝阴阴的阴属天火 刚好克制外魔 长生也为我护法 与我暂时画出玄武法香 玄武主手 燕泽用上秘法 换画出青龙法香 主攻 攻守并记 就在我和长生全力防守之时 刀光字后背 披向攻击的燕泽 我和长生的法阵防得住外魔 可忘了 这儿还有一只漏掉的小妖 阿九如同魔杖 双眼狮神 手中魔气四溢的匕首 直指燕泽 扑刺匕首入体 我挡在燕泽身前 浑身经脉都被魔气侵蚀 孤月圣女 阿九终于回过神 手里的匕首 被燕泽的神光搅碎 他嫩嫩看着我 下意识想剖开丹田 圣女 我是被蛊惑了 我不想伤你的 我 我把我的内丹给你疗伤 你快盘膝疗伤 孤月 燕泽推开阿九 回过头要扶我起身 我摇摇头 掐绝束缚住阿九 把他送入战神殿困住 继续 击杀外魔 你怎么会受伤 你的护心灵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 他胸口泛着神光的护心镜 正是我的护心灵恋化 燕泽 你若还认自己是战神 就该放下儿女情长 专心击杀外魔 他眼神颤颤 只空闲的几刻 外魔的魔气又汹涌起来 便是燕泽也招架不住 外魔若破除 封印而出 一切都会被他吞噬 我闭上眼 忍痛挡在所有人面前 众仙听命 百 诸仙大振 孤月 诸仙大振要有祭品 你 我 腾舌一族孤月 荆济成我父号青红怨 怨以身祭天 击杀外魔 还天地清太 此刻外魔绞杀的众仙退无可退 只能选择诸仙大振这一条路 祖老门泪流满面 看着我一步步走入阵眼 孤月 你我相伴千年 你不能抛下我 你不能留我毒火 我和你一起 他像是失去理智 我当初和你相识便有约 你我活在一处 死 也要在一起 燕泽疯了一般想冲进大阵 对我祖老拦住 我回头撇他 心中是从未有过的畅快 宛若所在心头的枷锁 一点点被击碎 燕泽 我孤月曾经仰慕你 可我现在 只想做自己 我乃战神之女 要履行战神职责 你空有战神之力 血无丝毫战神的守护之心 我看不起你 你不配和我一起为阵眼 我作为前任战神之女 惩罚你 我惩罚你永生永世 都要镇守仙界 击退魔头 永生永世 都不能再单于儿女私情 说完 我启动阵眼 万剑川心 唯有以我为祭品 万剑川心 受天地间治苦 才可启用大阵 诛杀外魔 这痛和曾经的练魂顶一模一样 真疼啊 我闭上眼 手上一暖 长生抱着我 与我一同受万剑川心 孤月 我陪你 他护着我 与我一同化作金光 直冲外魔的命门 天地震荡 记着阳青 孤月 燕泽第一次流出那么无助的眼神 我朝他勾勾唇 再也不见 燕泽 一阵无声震荡中 天地变色又恢复如常 天门至上 只留下舌退归甲 相交相缠 尾声 三十三天至上 战神殿是漫天仙神默契的禁忌 那里有一个银甲战神 满头白发 听说那战神 就在百年前痛失所爱 我听几位仙鹅说 那位战神胸口有一枚舌退 是毕生所爱 天门至上 他身形巍峨 眼神空洞腿躺 真可怜啊 是啊 真可怜啊 我与身边的长生十指相扣 这一场劫难 祝我和长生成神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我从今往后 与燕泽再无瓜葛 属于我的新生 刚刚开始 晚安 别忘了 祝我 你若干 我